一片四叶草一展会全球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经拉开帷幕 经博会主办地国家会展中心又被称为四叶草 这是为什么呢 当飞机从虹桥机场起降时俯瞰大地 一朵巨大的银色四叶草映入眼帘 这里就是国家会展中心 该中心依形似四叶草而得此昵称 四叶草是备受人们喜爱的植物 很多国家都认为自己是四叶草的原产地 英国和爱尔兰称之为幸运草 国家会展中心由中外联合设计团队设计 形似四叶草的设计契合了这里的综合功能性需要 也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四叶草的全球性流通 也正是市场开放的结果 一方面四叶草具有生命力的象征 其优美的曲线与江南地区的优雅唯美气质呼应 表达了中国对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另一方面四叶草带有吉祥和谐的寓意 展示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 谋求共同发展的姿态 未来期待这株生长了六年的四叶草 继续成为连接世界各地的幸运草 彰显中国以开放姿态 推动各国合作共赢的责任 与当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